好了,最后到了平天下 这个,即使是宏观上,你也很难去理解 那什么叫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网土 只能是人类所能统治的 所能去往的地方 为我所主宰 讲起来好像还是很抽象 就是说,人在地球上 我们自以为是主人 没有错 你像植物,动物 那见了人 都要不能为力 那我们所能主宰的 那是不是地球上 任何一个角落 那当然了,比如原始森林 你一定要统治 你还要带着装甲队 那个地方 虫、蛇很厉害 那还有一些地方不宜居 那很冷很热的 也还不行 所以 人类自询为主人 能量、灵体最高的 地球可见的生命 那我们当然说的是地球上的事 那如果是外形 那天下可能好像更大了 那个词也是人编出来的 指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普遍的概念 还没有那么精细的 那平天下 怎么平 自古历朝历代 是否有真正完全平了天下呢 好像还没有 那你造出这个词来 怎么谁都没评过 你怎么评呢 只能说 人类啊 就像发现新大陆 发现新的科技 之前 某种角度 确实是 眼光比较瞎着 随着你发现越来越多 那这个天下就越来越大 那平天下 什么意思 是不是让你把这个天下 都扫平一光 全都是我的 那是霸道 平 是为了公平 公平天下 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吗 其实自早 在孔子 就提到世界大统 那后来呢 我们 在太平天国 也实行过 在后来文革 也尝试过 打国法 以及国外 希特勒也叫 民族社会主义 都是有尝试探索 但是 因为物质条件 不过风雨 因为很多方面 不过太平 人的 理念 整个社会的风际 还达不到 所以都没有实现 很遗憾 那在 现在这个科学 科技发展的 互联网 交通 各种的便利 腾讯 那我们更有机会 把这个天下 由中国 真正扩展到 世界 地球村 那这个概念 在21世纪 是有希望 实现的 而且平天下 它是一个 我们前面说了 是一个目标 不是一个具体 修身 齐家 治国 是为了平天下 那治国都还不够 最终是要天下 太平 风调雨顺